俄乌战争差点引爆了核灾吗 乌军在昨天是大规模突袭了俄罗斯的边境 让俄罗斯猝不及防 俄媒报道已经有超过7万多位居民紧急撤离 而CNN表示呢 乌军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支开俄军在前线部队 不过这场突袭也让普丁非常的没有面子 俄罗斯在库斯克因为设立了一个大型的核电厂 所以呢这场突袭其实非常的危险 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出来讲出重话 说俄乌两国你们务必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避免核灾的发生 俄罗斯的国家原子能公司也说 他们在核电厂里头发现了乌军的导弹碎片 说这乌军的行动导致了变电站瘫痪 也让附近的库尔恰托夫市是一度大停电的 继续来关心到的是 美国民主党贺锦丽已经宣布 是由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来担任他的搭档 也让原本呢 其实大家对华兹这个人知名度是非常的不高 根本不认识他 但现在被美国媒体疯狂的起底 发现他有一个蛮特殊的资历 原来在1989年 华兹在25岁的那一年 曾经到中国大陆来教书哦 他是在广东佛山的第一中学 教了一年的书 那当时的旧照曝光 其实当时一个老外出现在校园里头 非常的罕见 那有校友就回忆说 华兹的个性非常的开朗 生活很简单 非常的受师生欢迎 而且还被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阿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因为名字叫Tim Waltz嘛 Tim就变成了阿天 还有呢世生巴取了一个非常有中国风的名字 叫做田华 那2007年他也受访回忆到这段到大陆教书的往事 说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陆正在崛起 China is coming 那他也说呢 到中国大陆教书是他此生最棒的一件事 甚至之后他回到了美国自己开公司 好几次是带着美国的高中生到大陆旅游 很长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呢目前看起来 华兹他应该是一个对中国大陆蛮友好的一个态度 另外也比较有趣 媒体也发现华兹很穷 说他的身家财产比平均美国人还要低 担任州长的年薪换算台币大概是414万 说原本他是可以调薪了 这个加薪到485万 结果居然主动拒绝帮自己加薪 那他当上了州长之后 也把自己原本住的房子卖掉 住进了官邸 所以呢他的名下没有任何的不动产 也不去玩股票啊 债券这些的 所以呢他是目前两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当中 四个人最穷的一个 那可能也是一种加分啦 因为塑造出一种好像蛮清廉的一个形象 那另外呢他的这个政手贺锦丽 现在民调越来越稳定领先川普了 所以我们可能也要开始来关注他的施政方针 尤其是对外交对这个台海议题 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好整理出一下 其实发现过去赖清德习近平 他都分别的见过也有简单的交谈过 那像是南海议题的部分 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反对中国大陆 公开指责大陆扩张 他也反对大陆施压台湾 曾经说过要和台湾深化非正式关系 而另外在人权议题上 他也非常的关注香港还有新疆 但是呢在经济方面 他倒是很担心如果对大陆发动贸易战 反而伤到美国的企业 所以总归来说可能就要看议题了 他认为中美关系非常的复杂 所以比较可能是延续拜登和中国之间 既是竞争但是也要合作的一个主轴 但是美国媒体也警告说贺锦丽 其实他对外交这一块相比拜登 非常的不熟也比较没有自信 所以他的公开发言都是非常仰赖幕僚 写好的字幕稿 所以呢大概也可以预料出 在台海议题上头贺锦丽应该会采取一个 比较保守稳健这样的一个路线 好再来不过说到贺锦丽对手 川普又被告了 告他的是谁 歌坛天后席琳迪翁 说他当年唱的铁达尼号主题曲 老是被川普拿来非法使用 根本没有经过授权 我们来听 好之前其实包含了滚石乐团 雷哈娜皇后合唱团 都曾经对川普提出了相同的指控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